哈囉大家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奇葩獎的時間 等他投影機跑出來 有沒 沒有 沒有呢 有喔 這個是喔 剛剛那個很像 OK好大家好 然後我們的HitCon奇葩獎 對對對 從2013年我們就開始頒發這樣子 那主要就是 就是收集了一些有趣的這個資安相關的奇葩的這個事件這樣子 那我們也算是讓大家笑笑啦 薄君一笑 那如果在座有那個領導獎的人歡迎可以舉手這樣子 可以直接打說我就是我這樣子 然後可以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得獎心得 OK 好那我們今年總共頒了六個獎項 那前面四個呢就是延續我們非常的奇葩的新聞 我們有四大項的新聞 然後有四種獎項 OK 然後最後我們還是要頒點政經的啦 所以我們有頒了一個資安傑出研究獎 那因為其實我們奇葩獎的這個素材都是 網路上的這個朋友 在我們的奇葩獎的粉絲團上面 分享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也對這個 踴躍投稿的這個鄉民 給他一個 年度奇葩貼文數量獎 OK 那到底是誰呢 大家敬請期待 我不知道那個得獎者有沒有到 有到的話可以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OK 那我們第一個頒獎的獎項是奇葩中肯回應獎 那我們就把這個獎 來入圍名單讓Henry宣布一下 好 我們今天來 然後我們入圍的每一個都有三個 我們會選一個是最經典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呢 我們學網遭到攻擊了 然後我們科技譜說安啦 可是你可以各位看一下 左邊是我們HitCon Zero Day的回報 我們只是搜尋個國立 什麼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雲科大 就各種國立的東西 然後我們科技部說什麼 我們沒有任何的遭切狀況 然後可以說百分之百的安全 你相信嗎 我們當然是相信我們HitCon啦 對不對 好 下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國軍MDM被Google判定為惡意程式 國軍的說法是說是Google的大數據分析說他們用手動安裝APK的方式導致他們被判為惡意程式 但大家都懂國軍的APP是長什麼樣子的 但最有趣的在這邊 國軍說目前iPhone的部分是沒有辦法安裝 因為他們說iOS太安全了 所以他們說目前國軍是希望禁止BYOD在iPhone 可是又一句話是說 因為他們又說iOS比較安全 所以國軍又希望高階人士把iPhone當成公務機 所以這就是個狀況就像右邊講的 到底對於國軍來講 他是要選擇一個國軍可以控制的Android設備呢 還是一個國軍說比較安全但他不能控制的iPhone呢 這是國軍的選擇 然後這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在中國部分 銀行經理他們把銀行網路植入了病毒 然後被捕的時候他說他在測試漏洞 新聞很簡單 就是說一個銀行經理在他們透過每日的daily think的時候呢 他跑了一個城市 讓那時候的領錢的部分不會有任何的紀錄 然後他的回應是說可以看到這邊紅字寫是說 他說這工作比較複雜 工作量很大 回報的銀行也不會有反應 所以他就自己偷偷的做 他真的很辛苦對不對 你看他要買天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裡 然後說再做漏洞測試 好所以我們這邊要頒得獎是 當然是頒給我們的政府官員啦 你看我們學術網路真的很安全 你看我們HitCon Zero Day 每天都有白帽駭客在回報一些各種安全的部分 但我們也要相信政府說的話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巴媽浩客 我們要更努力的去回報問題 讓真的 學術網路哪一天有機會像政府說的一樣 可以百分之百的安全 好那接下來是 好奇葩貼心服務獎 那這個獎項我們就頒發給一些 非常奇葩的貼心的網路服務 那入圍的有 OK 第一個是 這個鄉民用華為手機翻牆上了Twitter 發了文章 對 柴犬很可愛 對 然後他就說 柴犬這個不是不良的內容 所以把它刪掉了 對服務非常的好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一群高中生 去學校偷偷給人家圖牆 然後圖牆的時候 被抓包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Wi-Fi沒有關 就登了學校的Wi-Fi 對 OK 那第三個是 最近都很流行電動車 電動車 大家可以發現說 它非常的 跟以前的車子不一樣 具備了非常多IT的設備在上面 那很多電動車 車主也引以自豪說 隨時都有很多OTA可以做 做完之後呢 就有很多非常貼心的功能 那這個事件呢 它是說呢 這個車主呢 就是看到新的更新 他要打了P檔 然後在路邊等候更新 那更新完之後呢 公安就過來敲敲門 說你在幹嘛 路邊停在 在做壞事還是什麼 來 車窗給我搖下來 結果更新完之後 阿屎阿 搖不下來 他很警察 他很破窗而入這樣子 對 我的豬隊友 非常可憐 好 非常貼心的服務 對 幫你防公安 好 那得獎的就是 好 我們把這個獎項頒給這個 塗鴉的阿迪亞 對 那很貼心 下次記得要去學校塗鴉的時候 記得把那個手機關掉 Wi-Fi藍牙都關掉這樣子 任何可以追蹤到你的設備 對 都給他關起來 才不會被抓包 好 好 再來是 駭客手段講 好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這年頭我們人 每個人名字很重要 要做名聲做口碑的 可是這個駭客呢 可能 想要做名聲做口碑 做得太認真了 所以幹嘛 他在自己在 真實的攻擊的時候呢 他使用了真名 然後他還在GitHub 跟各種社交媒體上面 也都分享了他的真名 所以 想當然結果呢 他得到一個最大的東西 叫什麼 被抓去關嘛 對 好 第二個 我們知道嘛 會寫程式的好處是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讓自己的生活更方便 然後這個中國公務員呢 也是 他就做了一個 讓他們自己更方便的什麼 可以自動學習去國家 要他自動學習的東西 所以變成是說 然後他不小心放在網路上了 所以就被抓去 再去做學習 國家的學習 對 好 第三個 目前大家都知道 行動支付是非常熱門 非常盛行的支付方式 然後在中國呢 有人在排隊的時候呢 可能提早覺得 可能他們覺得他們網路狀況不好 所以都會提早把APP打開 然後載入好他們的QR Code的那個頁面 然後結果就是排隊後面的人呢 就去掃他頁面 等於是 掃的那個人是拿店家APP去幫他 讓他幫他支付一次錢 就變成說 那個人呢 在排隊的時候 後面就有人幫他把他的錢領走了 對 這是一個超級瞎的東西 好 我們獲獎的是 登登 我們就是這個 因為這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不會技術 你也有機會當駭客 只是要記得一件事情是 不要做壞事 因為做壞事如果被抓走了 那就是老飯吃不完了 OK 所以這是頒給那個 後面的路人 後面的路人 少幫他把錢掃走了 路人 GJ 好 最後的是 年度奇葩 臨天漏洞獎 然後 之前有那個鄉民問說 什麼是臨天 就是Rail Day 對 不好笑 OK 好 第一個很棒的Rail Day 就是呢 醫院的控制設備呢 使用的預設帳號密碼 然後聽說你Google 就可以找到一大堆冰箱 你可以幫他把冰箱關掉這樣 非常方便 對 非常節能省探 好 那第二個是呢 網購的APP 發現一個漏洞 然後呢 員工只要改單 把結量金的改單 零塊錢 然後呢 他就收到一堆化妝品 然後一毛錢都沒有付 對 那他總共收了一千五百萬的貨 哇 非常厲害 再來就是呢 華碩釋出惡意城市偵測工具 但是又被防毒案也當作是惡意城市 OK 好 非常棒 那得獎的就是 那得獎的就是 登登 好 華碩 恭喜華碩 華碩有同仁嗎 OK 好 那我們就是 lesson learn 我們也不是要算 就是大家記得就是 如果你的數位簽章已經被當作是惡意的 記得下次 更新的時候要換一張評證 要換一張 跑路也要換個名字這樣子 OK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進入到我們政經的時間 那我們的年度資安傑出研究獎 來我幫你按 你來 入圍的有 第一個 第一個 Oson Jenkins RCE 然後當然是辦 然後第一個當然是我們入選是我們的橘子 好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 第二個 來 好 Priorce RCE unleading SSL VPN 當然還是我們的橘子 好 第三個 Oson Jenkins 第三個 Oson Jenkins 還是我們的橘子 所以各位知道什麼了齁 我們得獎的就是 橘子 這個我們就請本尊來了喔 這個有本尊的喔 來本尊上來領獎 喂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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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三個獎 三個獎 三個獎好 我們就讓他拿三個獎盃回去 欸你的幫手咧 你要找獎幫手嗎 他沒有要上來喔 他不上來喔 好吧那你就一個拿三隻喔 請把 請把三隻手交出來 好 你要翻譚得獎感言嗎 要 我 以為 不是這個樣子 得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沒有人要上台領獎 所以我 被派上來領獎 因為阿蘇史 為什麼都沒有上台 這樣 因為他忘記要上 因為他不知道啊 那我可以領阿蘇史的獎嗎 好啊 通通頒給你 通通頒給你 好恭喜橘子 可以走嗎 可以可以 其實這個 上 剛剛有個研究 今年才剛在那個 世界上的大會發表 在那個 Black Hat 對 非常棒 好 最後就是我們要感謝 我們這個一年以來 每一年都有很多 那個朋友 幫我們贊助很多貼文 這樣子 那我們就 頒發一個奇葩貼文數量獎 OK 入圍的有 這個 Only One就是他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在整理的時候 全部都是他的 剛剛所有看到的貼文都是他貼的 幫他掌聲一下好不好 這個本尊有來嗎 有在現場嗎 欸好像沒有 好好好 那有 有遇到 有看到我的呼喚的話 等一下幫完獎 來我請你喝咖啡 謝謝謝謝 非常感謝這個網友這樣 他貼了幾條 他超過一百條 就是他從去年的HeatCon結束到今年 他貼過超過一百五十條的 有關各種資安新聞的 所以我真的 我們在找的時候都是 都是基本上都是找他的 這樣子 對 好 非常感謝 那也希望其他的朋友 可以努力的超越他 這樣子 對 OK 好 那我們奇葩獎就搬到這邊 那我們明年見 好 謝謝 謝謝